警局通信 保护主上 在哪儿 新来的 你干净搂的那一块儿 人 臭起开 站住 别跑 我告诉你 今天我就算死也不会嫁给那个又老又丑的女爸啊 站住 老大 别看这家伙瘦得跟窜天猴似的 这体力可真行 蠢货 废物 仙女下凡了 一个乞丐都看不住 老大 还不是因为咱们之前到处抓坠绪 现在整个大卫国 是个男的见到你都得躲 等等等等 你才是萧家小姐 不然呢 我们老大可是堂堂靖北大将军的妹妹 锅色天香 貌美如花 救你个臭乞丐不识货 长得倒还挺标志的 没有传闻中那么可怕呀 废话少说 把她给我全扒了 洗干净 帮我回去拜堂 得嘞 全扒了 为我留一件衣服呀 昊货 我留一件衣服呀 这么长 看仔细了 上面的每一条 你日后都要做到 当个坠绪真的没有黄金万两啊 那我岂不是再也不用 被骂神科抄腰犯了 你且 成交 从近日起 你就改名叫萧綦 老老实实配合本小姐的要求 一万两 归你 娘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再敢胡言乱语 信不信我抽你 我们都已经外堂成亲了 我不叫你娘子叫什么 叫小姐 是小姐 有钱人家就是麻烦 要不是为了这一万两 我才不愿意嫁给你 放心 我只是需要一个有名无实的夫君 不会吧你怎么样 等着吧 总有一天想要我一荒芜 拿下来 不该想的别想 不该听的别听 否则 不该听的别听的 你 你做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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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 娘子 不是要弄房吗 想弄房是吗 本小姐我满足你 你想干什么 我可是你一余万蓝皇帝 又明白证据的 契约第二百八十条 敢碰本小姐的窗 我挑了你手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站住 过来 还不快给我接受 给你胆子了是吧 我们老大的便宜你也敢占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我也是第一次好呢 我们老大要不是看你快死了 好心救了你 你现在走就 你当真只是个药饭呢 不然呢 说好了入坠就给一万两 我到现在连金子都没见着 你见过哪个药饭的还会功夫 人嘛 倒是长得人母狗样的 可现在怎么看 都不像个普通乞丐 老大 你可别被这家伙给骗了 这家伙 油嘴滑舌 一肚子坏水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半个月前 我一觉醒来就在乞丐堆里 不瞒你们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你看你看 还说自己不会功夫 快放股夫上 你别装了你这个臭乞丐 看我们老大怎么收拾你 大夫啊 他到底死没死啊 呲 不月之前应当是中毒毒素蔓延伤计投过 这才导致如今的状况 中毒 可有办法医治 此毒虽不伤及性命 但如今 老夫也只能暂时时针压制 不要碰我 不要 不要 这小乞丐 究竟今天有什么 诸上 诸上 诸上恕罪 诸下就让来迟 恳请主上责罚 恳请主上责罚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北约人 主上 您不记得了 您遇驾行政失踪以后 兄弟们便一直在探听您的消息 没想到 临近流落至此 是属下该死 你是说 你是说 我是北约皇帝 上 其妄如今 佣兵自重 把势朝政 北约境内 成化惨烈 您可一定要回去主持大局啊 等等等等 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被篡位了 我们境外上有十万精兵 只要主上陷身 随时听命 杀毁工具 所以说你们现在不仅身无分文 还有可能被那个什么什么 齐王冲击 这 你们当小爷我傻呀 就凭你们一句话 就想骗我去给你们当剑靶子是吧 我跟你说做梦 主上 这可是关乎本元生死村王之事 主上 不去不去不去 小爷我现在可是 静北将军府的坠续 想不见的荣华富贵 才不要去送喜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现在最好帮我走 要是让肖家知道 你们是北约派过来的细作 你们都得死 既然主上自有安排 那属下即可听命 我有需求 睡哨便是 金兽子 给我呢 我 我能走了吗 恭送主上 恭送主上 你欲驾行程师宗以后 兄弟们 便一直在探听您的消息 你看你看 还说自己不会功夫 难不成 我还真是他们口中说的那个倒了大霉的北渊皇帝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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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病严死你都看不住 老大我错了 老大 娘子 我回来了 你叫我什么 小姐 你怎么还敢到处乱跑呀 你知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你要是再敢离开本小姐的世界 我就扒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筋 你信不信 娘子真是担心我了 娘子小心 臭乞丐 离阿炎远一点 臭乞丐 就凭你也敢给予阿炎 太子殿下请自重 我已经成亲了 没错 我就是肖木炎抢回来的相公 阿炎 你怎么能趁姑出宫寻衣之际 就另寻夫婿呢 你只能是属于姑的 你是太子你就能强选豪夺啊 我告诉你 他只属于他自己 不属于任何人 你放死 谁让你这么跟姑说话的 你这种下三滥 姑见姑 无非就是看中萧家权势 妄想吃日软饭 一步登天是吧 人是我亲自选的 圣上都没有怪罪 太子殿下 这是要置疑圣上的决定吗 你不要再闹了 跟姑成婚去吧 姑这几句跟不妄说 让她为我们赐婚 殿下请自重 好你个小弟 你们果然有问题 那我现在算什么 萧家的奴才吗 太子殿下请回吧 是不是因为这个臭乞丐 难不了 姑替你养他便是 什么 你要养我 你要养我 臭乞丐 你给我听好了 姑自有同阿炎青梅竹马 姑 非他不娶 只要你愿意主动和他合离 多少起 姑都出得起 好啊 小爷我日日黄金万两供 太子殿下只要愿意 我干嘛跟钱过不去 你臭乞丐 无赖 臭发皮 你跟萧穆颜 青梅竹马都没能让他嫁给你 说明你还不如我这个臭乞丐 来人 给我将他杖毙 太子殿下 你闹够了吗 阿炎 我萧穆颜一介草剑 配不上太子殿下后外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请吧 臭乞丐 你给我等着 太子殿下 钱多钱少无所谓 我等你啊 你还敢和太子殿下动手 站住 小琪 你什么态度 我什么态度 你什么态度 他都这样对我动手了 我难道给他磕头啊 一万两给我 一盘两散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小木颜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和这小太子怎么回事 小木颜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和这小太子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知道 老皇帝就病不遇 太子又寻医在外 将军如今兵权在握 只要能助力小姐 不可 不能将阿炎牵扯进来 将军 你真的不能再隐瞒了 只要小姐成为太子妃 我们就离成功不远了 难道站入外界传言 哥哥起了谋犯之心 这可是死罪啊 老大 这臭血盖半死不活的 你干嘛非要把他带回家 成亲 什么 老大 你可别想不开啊 太子殿下 住口 不许再提太子 你也记住 我肖木炎 绝不可能嫁入皇室 哥 对不起 我不能帮你 难道 说 你都知道了什么 说 你都知道了什么 一定是你在外面养了 其他的小白脸 又不敢得罪那个太子爷 所以才不惜拿出 一万两黄金 找了我这么个 没权没事的挡箭盘 想着事成之后 把我一脚踹开 然后跟那个小白脸 援走高飞是不是 你真这么想拿 告诉你 虽然我是一个穷习战 但是我绝不会干 毁人挥约的事情 况且 这回是那个小太子 找我麻烦 下回呢 皇帝 还是皇后 七爷书上写得清清楚楚 你自愿卖身销辅三 并且无条件满足任何的要求 卖身 翻你 你自己写的字 不认识啊 虽然我当时签的时候 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为了那一万两黄金 你要想让我继续在这 也不是不行 给我加钱 近日来边境流民作乱 我早就将全书家财 捐给那名了 你 这 小五言 你真是奸战 什么货追血 什么破孤呀 小药不干了 你敢 你怎么回来了 哥 你怎么回来了 我若再不回来 你怕是要上房接我了吧你 我不管 反正人未尽招上门了 这个妹许你认也得认 不认也得认 不是你们兄妹还真是一家人啊 别一天到晚就武刀弄枪的 小药我脖子可金贵得很 肖若云的妹妹是你说取就取 说分就分的 若是日后再让我们听到你说这种话 我把了你的舌头喂捞 你 过来 滚 施衣庆长一支 都是毒 小五言 等我登上北渊皇帝 有哭都来不及 可真你嫁给这么个废物 你的名声就全完了 大哥在意的是我的名声 还是你肖将军的名声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是我没能嫁给太子殿下 挡了你升官发财的路 还是我散尽家财 让你颜面济湿 你就这么看你疙瘩 爸爸 你爱做什么便做什么 由你去 那小子长得周正 体格也不错 明日让他随我到军中 谋给一管半职 正是 用不着 他现在这样挺好 你知不知道外面的流言 是要吃死人的 我自己选的路 我自己走 用不着你管 你们肖家好大的胆子 是王公公 若是被他知道你私自回京 定要去皇后面前吹耳旁风的 肖木炎吗 咱家今儿个前来 代表的可是皇后娘娘 待肖木炎进宫问罪 你就是肖木炎捡来的那个臭乞丐 小爷我有名有姓 叫肖琪 咱家今儿个代表的可是皇后娘娘 你竟敢盯嘴 肖木炎呢 叫他出来 小太子这是吃了亏 跑去跟亲娘告状 小爷我不发威 真的我是好欺负他 你捡来的那个小乞丐 可没那么简单 我家娘子身体抱恙 不宜见客 宫中太医正在为娘娘请问 肖小姐现在出发 还来得及 不是我说话你听不懂是吗 你耳朵要是不好使的话就淹了 你你你你放肆 肖木炎乃进北将军府的小姐 竟然不知廉耻 嫁给你这么一个废物 皇族颜面何在 圣上颜面何在 圣上 圣上现在龙体抱恙 太子都知道亲自出宫寻访名义 你不好好在宫里面试节 你还好意思提圣上 你臭乞丐 你等着 咱家定会去禀告圣上和娘娘 听你个大逆不敬之罪 回去转告你们太子 肖木炎现在是我萧綦之妻 想要动他 先问问小爷我答不答应 不能打 他还有伤 他敢出言不选顶着内臣 不想我们萧家日后走呢 他竟然是我的人 要打 也是我来打 就哥打我不行 杨子打我 我认 打 他 他打 对不起啊 我下手太重了 没关系 我要是被打残了 你日后养着我就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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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走吗 你说你究竟为什么 好好的放着太子推不做 非要招我这么个赘婿 难道是因为被我玉树临风的外表 可接着过人的头脑腐活了 新约第十八天 不该管的事少管 我现在可是名不其实的萧家赘婿 不管你有什么秘密 我都会帮你的 那我之后没有一万两给你 你也愿意 我都为了你变成这样了 你还不知道谁是真心的 你该不会是谁家派来的戏作吧 乔中打扮故意挑动对立 你见过哪个戏作混成我这样 说到你你还是不信我是不是 那你身上的刀伤剑伤是怎么回事 之前还中了毒 啊 中毒 不是你一个女儿家的 你这么粗鲁呢 我好歹也是个良家富男 我都为你给看光了 之前你不是说对我是真心的吗 现在看都不让看了 我身上有伤 合适啊 那我偏要看 怎么了 太羞了 主上 来了 过去的事 孤孙人不记得 但是 北渊 我不会不管的 属下这就安排主上回宫 过期 上天欲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让那秦王先逗一逗 到时候孤子收拾他也不迟 主上英明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 要交给你去办 何事 孤要查到萧家兄妹的全部信息 事无巨细 怎么 有问题 属下正要去办 顺便查一下孤中了什么毒 尽快找到解药 主 主上中毒了 小声点 我被毒毒死 先被你害死了 将军 你真的不能再隐瞒了 只要小姐成为太子妃 我们就离成功不远了 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有些事情 哥不希望将你牵扯进来 可是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了 我只想要你活着 你公开招去 散尽家财 无非就是为了想要招勾天下 我们萧家不争不强 无心朝头 可你有没有想过 只要我是不是很明确的 黄帝就少不了对我们的忌惮 你何苦拿自己的婚姻大事做赌注了 萧綦他 挺好的 是 虽然油嘴滑舌了些 但好在品行端正 也算经受住了考验 只是 我现在觉得他 好像并不是普通的 放心 我已派人去调查他的身世 我走以后 你二人万事当心 营兴 是在宫中 嗯 那个臭乞干 差点被我们老大打得下不来床 孤的这件事 你若办成了 重重有少 是 太子殿下 您就等着瞧好吧 臭乞干 看你怎么跟孤斗了 不好了 不好了 老大被人给跑了 什么人 敢绑票绑到将军府 恐怕是 是我们将军的死敌 走 我是萧家姑爷萧綦 钱给你们带来了 快把我娘子放了 我娘子呢 啊 开门 对不起了 小企丹 我也是奉命犯事 可不能让你坏了我们老大的好日子 公子 等你好久了 好你个混账东西 敢赢我 你就不把肖木眼抹了你脖子 我们老大 和太子殿下是赌气 一时鬼迷心窍才招了你这个没用的坠血 果然是沈玉 别着急 等会儿且有你开心的时候呢 嗯 嗯 怎么会这样 太子殿下不是说 这是荷花骨吗 完了完了 太子殿下 你这下可怕我害惨了 我肖木炎自问带你不保 你居然背着我做尽种我出事 老大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自从那个臭乞丐见了小姐 就算她之前是个乞丐 那也是我亲自招上门的 你也要恭恭敬敬换一身孤爷 我没想到她会死 所有人都给我出去找 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识 主上 我爱 没想到这荷花骨 竟能阴差阳错逼出 起码当初下了毒 主上大难不死 你恢复了记忆 日后定能复在身后 众将天灵 最后一战我帮毕胜 主上为我 毕胜 主上为我 我军毕胜 皇兄此番御驾轻征 定能齐开得胜 届时 即便是大威 也必将会对皇兄 俯首成臣 怎么会这样 太子殿下不是说 这是荷花骨吗 这些都是当初七王 和大威皇后 内外勾结 意图模仿的罪证 萧家 是大威皇后照押 萧绵 又对主上安疆仇报 主上打算如何处置 此事和萧家无关 对付的 是齐王 和大威皇室 萧綦 萧綦你要是没死 就都出来 他不过是一个街头乞丐 见惯了营头小力 又贪图融化富贵 谁给他钱就多 就跟谁走 你以为他能有几分真心 太子殿下 我敬您是太子殿下 所以有些话必须跟您说清楚 您我是青梅竹马不假 但那难道不是因为 圣上忌惮我哥哥功高盖体 所以才拿我为人事来要挟他 是 那是我父皇的主意 那是我对你是真心的 若有为事 我宁愿遭天打雷劈 我对殿下只有君臣之意 并无其他 所以即使那小子死 也不愿跟顾成婚是吗 我如今早已名声忘记 不敢辱没了殿下的亲密 这个项目颜就是不识好歹 太子殿下对他一片痴心 他却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太子殿下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 阿爷 你是孤单 都是 这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肖下大小姐吗 怎么没见你家那个小乞丐啊 那臭乞丐早都病死了 人家肖小姐如今啊 是寡妇了 小乞 小乞 你们去那边找 快 我不在乎你是谁 我只要你活着 方卿运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说 我要是把你这小脸蛋划花了 太子殿下还会要你吗 喜欢太子 那你不早说 上你那全是涛奸的丞相爹 给皇后吹吹耳旁风便是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嘴脸 今日我便收拾了你这剑脸子 看你还怎么兴奉作浪 你给我吃了什么 你不就是喜欢这样的小馆夫吗 便宜你了 谢谢小姐 方卿运 你要感动我 我更不会放过你的 小美人 让当年我好好疼疼你 你要感动我 我更不会放过你的 你那个没用的哥 我爹早看他不慎眼了 这次出兵平定 死在路上也说不定 我哥不会有事的 没用的废物 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成为郑主的太子妃 住手 萧綦 你真的还活着 臭乞丐 你没死 郑主 你敢过来 我去找 太子听闻肖木炎失踪 正在满城搜场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凭什么信你 快 这里有个院子 快进去 糟了 不能被太子殿下发现 我这抓死他 快 这里有个院子 快进去 糟了 不能被太子殿下发现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不许你再消失了 你有没有受伤 他们有没有打你 有没有给你下毒 你怎么逃出来的 你问这么多问题 我先回答哪一个 放心 我没事 我会让所有伤害过你的 你付出代价 不要 他刚才又杀了你 他刚才又杀了你 他是方丞相的发妻 早年在北渊乡下生下的女儿 后来丞相发迹 四五房小妾婢女 为他生下了一堆儿子 他也更再无人知晓 他平日里浮风若柳 蝉蝉病榻的 哪里来的胆子会杀人啊 只不过就是跋扈了些 想让我治难而退而已 你就念在 他也算是与我一同长大的份上 饶他一命 人人都传我是未来的太子妃 但我对太子 绝无半点男女之情 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消灭乃大威 前朝太子一步 大威皇帝当年不过一戒藩王 或发动变乱 血洗前朝多姑 太子护卫受命 护卫主书逃 是他 竟然是他 消灭兄妹隐瞒身份多年 恐是要 将大威剿的天翻地覆呀 阿爷 你放心 无论任何我 我定维护你安稳 谁给你的胆子都孤得人 我就是想替太子殿下教训他一下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对他这么好 他却一点都不领清 会是替太子殿下不值 你替姑教训她是吗 你觉得你算个什么东西 姑自己的人自己挥住 你若是再敢闹闻心事 姑连你一块收拾 你方才说 那个臭气概没死 没死 是啊 若是他真的这么容易就死 可一点都不好玩了 太子殿下 你一定会来求我的 大夫 情况究竟如何 这恐怕是 是中了百年难闻的冰魄阳魂之毒啊 冰魄阳魂之毒 阿爷 他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冰魄阳魂之毒至阴至阳 冰火相交 太子殿下的福 阿爷现在生不如死 若是不能在七日内寻得解药 小姐 可无理回天哪 冰魄阳魂毒 不可能 此毒早在数百年前就消失匿计了 阿爷怎么会 方清韵 臭喜感 好大的胆子 竟敢私闯丞相府 来人 解药在哪儿 什么解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想再说第二遍 不要以为你跟向孟爷学了点三脚猫功夫 我就会怕了 今日你若是杀了我 向孟爷他被死 你的脸 来人 快来人给我把他 解药在哪 解药在哪 放开 就胆敢私闯我丞相府 爹 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 你敢私屯府兵 你不怕掉脑袋吗 吃软饭的废物懂什么 自乃皇后娘娘恩准 你大威国偷掉的荣耀 是私通北渊皇室 爱朝廷机密的那种吗 你怎么会 还不把这个畜生给我拿下 这 这臭乞丐 怎么如今像变了一人一样 我对你们朝廷的事不感兴趣 但是今天要是拿不到我想要的 知道下车 婢女 还不快把解药交出来 爹 我是你亲女儿 是他肖穆爷 是他 是他抢了我 不是 爱上跋扈 害人性命 恶毒至极 向我方家世代清流 在容得下 你这都出生 好 我告诉你 冰魄阳魂毒 他根本没有解药 我得不到的 谁也别想得到 冰魄阳魂毒 没有解药 没有解药 还能看到你真好 放心 有我在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萧綦 阿燕 好 主上的戏魔无人能敌 期望已被幽禁毁罪 如今宫中上下一心 只能主上凯旋 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属下已经安排团了 主上今夜就可及时 阿燕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太子殿下 我以为你再也不愿意见我了 方清月 阿燕所中之毒 是不是你下 太子殿下 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你敢威胁我 剪药确实在我手里 不过我已经毁了 但是 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 除非太子殿下 愿意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最好别再搞顾耍什么花样 太子殿下 那臭乞丐都已经把我伤成这样了 我可什么都没告诉他 叔 什么成绩 只要太子殿下愿意许我正妃之位 我便告知我师父的下落 这臭乞丐的剑法 倒是有几分本事 不过 你想做太子妃 就凭你 也配 我师父 一毒双血 人称逍遥名落 只要找到他 定有办法 方清月早年长在北渊相隐 逍遥名落也确有此人 莫非他这次说的 是真话 崔神医跟我走一趟吧 贵人衣着华丽 仪表不凡 恐是身份非同一般 既然神医神迹妙算 就无需我动手了吗 我们大卫太子殿下有请 哼 我逍遥名王名声在外 贵人登门拜访 难道不知道我的规矩 什么规矩 大卫皇是鱼狗 宁死不救 你 老东西 请就不止吃法酒 哼 无礼笑儿 敢跟老婆子我少花招 主上 主上失踪数月 老婆子我以为再也见不到 主上 身体可是安康啊 无碍 沈医 乌子搬前来 是有药师心情 沈医可知冰火阳谷 究竟该如何解 冰火阳谷 太子殿下饶命啊 蠢货 废物 没有的东西 不让你来看病 不是让你来磕头的 给我滚 太子殿下 我夫人尚在病里 你可不要扰了她亲梦 她是谁 逍遥冥王催事无痕 我请她来给我夫人治病 不需要给太子汇报了 你一个臭乞丐也请得来 姑已经亲自派人去北渊捡催事 你请来的这个 她不是个冒名典器的骗子吧 若非萧家姑也高益 老婆子我 是万不会蹚这趟浑水的 蓬头垢面衣着蓝乳 整头鼠目一塌糊涂 姑看你跟这臭乞丐 是一丘之河吧 乞丐 你敢对姑动手 姑是不会让这个老东西碰阿炎的 完了 萧綦 阿炎 老公姐 你对阿炎做了什么 四肢僵硬 夜市浑煮 夺入肺腑 晚了 全晚了 你这是图蒙不轨 我看你是成心脚要祸害她吧 太子殿下 属下把那疯婆子跟丢了 求太子殿下责罚 疯 崔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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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难道你真的是被冤神医 无理小儿 数字难叫 知不知道什么叫掌幼尊碑 能不能和萧家姑爷好好学学 孤独请不来的人 这个臭乞丐究竟耍了什么花招 神医 可有办法解毒啊 有是有 不过 老东西 你既是方清韵的师父 她能下次误过读书 你肯定也脱不了干系 快说 是方清韵 难怪 那丫头幼时是要拜我为师不假 不过 我看她执念深重 并未同意 此毒阴阳双生 须至刚至阳 真龙至血 混合至阴至寒至人至血为业 伏下后 方有转机 真龙至血 殿下 您这是做什么 推下 顾乃真龙至血 顾的血才能救阿炎 顾的血才能救阿炎 主上 主上 主上您救急未愈 恐伤龙体呀 顾的命都是阿炎救的 一点血而已 算不了是吧 嗯 小子敢瞧你爷爷的生意 不想活了是吧 拿来吧你 也是 就他了 带回去 太子殿下 如今月儿可是您名正言顺的太子妃 你 臭气该这样生 你放心 顾日后定会为你考虑功的 太子殿下 可要说话算数 看到你这张脸都令顾作后 若不是为了阿炎 顾恨不得将你捏碎 好 太子殿下 是月儿哪里做得不好吗 今日 可是我们洞房花烛啊 顾今日身体有些不适 相间大夫开了些不入流的方子 顾 倒是想试一试 看来太子殿下 是已经找到催神医了 顾记得你是 英明 英语 英诗生人吧 嗯 太子殿下是想用我的心 给香木炎解毒 你这么善解仁义 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对吧 来人 速速送去萧府 居然为了香木炎这么对我 我可是身上轻敌的太子妃 我 若不是你阿炎性命相遥 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 姑劝你 还是老老实实 坐稳你太子妃的位子 不要再来挑战姑的忍耐度 那 阿炎 阿炎 对不起 都怪哥没有照顾好你 将军不必着急 阿炎已经服下了解药 是方家 还是太子 想必将军早就对大卫皇室恨之入目 但现在不是一亲用事的时候 无论是方家还是太子 一旦得知将军的身份 恐怕会对阿炎更加不利 你不是萧綦 你隐情埋名来我萧家 刻意接近阿炎 究竟是何目的 萧将军 向来谨慎 岂会不知我对萧家并无恶务 我曾派出庶民乱丹 都无法查明他真实身份 如今曾经 他更像是变了一个人 看来此人身份并不简单 你想我是谁我便是谁 但你只需要知道 我不会动萧綦 更不会动阿炎就够了 你都知道些什么 萧将军谋划这么多年想要的 对于我而言都轻而易举 我愿意帮忙不是为你 是为阿炎 他究竟为何明知我和阿炎的身份 却不说破 哥 萧綦 你们在做什么 阿炎 你醒了 你醒了 我只知道你刚才的话没说过 日后莫要口出妄言 给我们萧家再惹上任何麻烦 哈哈哈 如今我可是圣上钦定的太子妃 未来的大威皇后 怎么还不行礼 我知道你是因为贪图高位以求自保 所以才巴护了些 没想到你真想要了我的命 我自幼和娘亲颠沛流离 受不屈辱 你永远都体会不了那种一见天任的痛苦 不是 我以前认识的风轻玉不是这样的 你以为我当年为什么会和你一样进宫为人质 只不过就是我那个丞相爹 他舍不得他的那些儿子去受苦罢了 不过如果不是他将我送进宫 我也没有机会见到太子殿下 我只不过是想要得到他更多的爱吧 我有什么错 本来我是想要给你一次机会 可他为了救你 竟然狠心拿我的血做药物 你都已经成亲了 你为什么还要纠缠他 你为什么还要纠缠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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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 你没事吧 小云烟 你永远都得不过我的 永远 好 毒父 你一个生母妹妹 你想干什么 我可是太子妃 就算是皇帝来了也不能碰她 方清运 就用你太子妃的身份 替我完成最后一件事吧 父子小心 太子 哥哥 看来是有人要利用方清运的死 才走 大胆 萧若宇 联合谋杀太子妃可是死罪啊 哥 我一定会把你和萧綦救出去的 他们有没有打你 你身上有没有受伤 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阿爷 他和萧綦二人联合谋害太子妃 证据确凿 明日午时 就该问账 沈月 你真让我恶心 只要你乖乖随我回府成婚 过去的事情 我就既往不救 放了他们 阿爷 我死不足惜 你千万不能信了他的鬼话 萧若远 你当真以为姑不知道你干的那些事吗 殿下 属下 属下此去北渊寻找崔神医 还有意外收获 恐是和萧家有关 说 有人见过崔神医十年前 曾救治过重伤的一男一女 时间刚好 和那两个前朝鱼聂失踪的时间吻合 你是如何知道 他们就和萧家有关 有人亲眼见到那女孩肩部的蝴蝶胎记 和宫便失踪的郡主身上的胎记如出一辙 好啊 很好 姑也赏你 姑要重重的赏你 谢太子殿下 所有会伤害到阿炎的人 都要学会闭嘴 要不是看在阿炎的份上 你以为你前朝鱼聂的身份 有几颗脑袋够砍啊 我跟你走 不可 我跟你走 但是 我还要再见我夫君一名 快来人呐 臭气干自枪啊 萧綦 萧綦 啊 确定死了 必死无疑 哎 殿下 拖出去 喂狗 阿炎 你知道吗 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阿炎 你终于醒了 你别过来 别白费力气了 你的那些金针银针 微镖暗器 姑全都命人销毁了 做姑的女人 姑不会让你担惊受怕 更没有人会加害于你 放我出去 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 主上输罪 事迹从全 属下就能尽力一步 无碍 人都已经安排进去了 已经渗透进攻 阿炎 功成 是 放我出去 否则我一定死在你面前 阿炎 你先把他放下 我没有话好好说 你们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要萧綦 你能让他活过来吗 萧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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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狗东西到底有什么好的 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 姑为你杀了这么多人 你要这么绝情的对姑吗 因为你一直都知道 我们之间的仇恨 不共戴天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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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 知道那些事的人 我都已经轻 萧若玄 口口声声说爱我 却明知你我之间 隔着杀父之仇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人们打算失诚之后 再告知你真相 可如今你记忆造此大难 此事不得不说 这是 太子玉玺 当年我受先朝太子之命 护你盗难 大魏皇帝一直 暗中追杀你我二人 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如今 我们就在他眼下生存 所以 你不是想要谋反 你是想要 复国 郡主 复国之仇 不能不报 不是的 不是的 阿燕你听我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愿不做这个太子 阿燕 咱们走 我带你出宫去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一辈子的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 走 你父亲杀了我父亲 你还害了我父君 你还想让我跟你一起走 我真不想这样的 别让皇帝杀进宫了 护驾 快护驾 神愿 要你的命 放开 阿燕别怕 放开我 我会带你出去的 小琪 阿妍 可以啊 臭乞丐 藏得够深的呀 北渊皇帝是吗 了不起 了不起 阿妍 可以啊 臭乞丐 藏得够深的呀 北渊皇帝是吗 了不起 了不起 阿妍 你看到了吗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放开他 你还有机会 你住口 要不是因为你 我和阿妍早就成为夫妻了 我最后再说一遍 放开他 沈玥 我从来没想过要你死 阿妍 我们以前那么好难道你都忘了吗 我曾经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有没有一点点心悦于我 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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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一直以为 我的父皇会情面于政 可我没想到他也只是把这当作权力的象征 他那么暴虐的人 若是知道你身份的话 你会死的 我父皇他那么暴虐的人 我父皇他那么暴虐的人 若是知道你身份的话 你会死的 你会死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谢谢你一直以来保护我 对不起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小母爷 希望下辈子 再也不会遇到我 沈玥 那边有动静 快 走 你去北原皇帝手机 对了 我哥怎么样 放心 无事 你会一直在的 对吧 阿妍 对不起 我之前一直没有告诉你我的身份 是因为 我说过 我不在乎你是谁 我只想让你活着 你不在乎你是谁 我只想让你活着 回来 夏宴 前面有个院子 小的扶您去休息 这 小 受契 我还是小看得你这个废物 没想到 你竟然是消失了 树狱院的北原皇帝 二灯 若能拿下北渊皇帝的手机 必加官进决 是 右相大人 你是不敢见我吧 没想到你们萧家 竟然还能口言残喘至今 设计太子杀方清韵 陷害我和萧若远 也是你的主意吧 太子殿下若要得到那萧莫言 臣倒是有遗迹 太子妃可是你的亲生 你确定你舍得这样做 臣誓死效忠殿下和皇后 此一时二鸟之计 定能替殿下除了萧綦 那个眼中钉呢 姑看你 是更想除了萧若远 萧若远 我和你斗了这么多年 事到如今竟然我输了 可是我绝不允许大威 落于他人之手 大心 阿爷 阿爷 疼吗 疼吗 疼的话就咬着我吧 这是催神医留下的最好的净状药 很快就好 我还是更习惯 你调完任性的样子 我们以前见过 对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 便不会有现在的萧綦 九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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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九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九哥哥 你既已攻下大卫 为何还不回北渊 你失踪的这段时间 我都担心 你就是萧木颜 你知道我 虽然你之前是救了九哥哥 但如今你也应当知道 九哥哥的身份 九哥哥堂堂北渊新军 是不可能留在你们萧家 当什么坠绪的 够了楚云少 这没你说话的份 九哥哥 不让你消失 立刻 明日我还会再来的 九哥哥还是请回吧 天色已晚 我要休息了 阿盐这是吃醋了 你吃醋你才吃醋 你全家都吃醋 九哥哥还是请回吧 天色已晚 我要休息了 阿盐这是吃醋了 你吃醋你才吃醋 你全家都吃醋 你干嘛 伤口疼 没有九哥哥 只有萧綦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就叫萧綦 我想知道你真正的名字 陆 陆九 你好歹也是个皇帝 怎么取了这么随便的名字 是陆九州 我父王当年虽然只是一方方王 但却心系九州万民 先帝膝下并无子私 所有皇室宗亲有后者 皆可参与竞选皇储 父王对我 非常抱有厚望 却没想到十岁那年 在京京途中 遭恶人暗杀 陆九州 父王对我 非常抱有厚望 却没想到十岁那年 在京京途中 遭恶人暗杀 郡主 郡主坚持住 我们马上就能找到崔神医了 郡主 郡主 我只知道我那个时候高哨不退 昏迷不醒 再后来 就什么都记不清了 记不记得没关系 只要我知道是你 就够了 你 不介意我是他们口中的千少玉念 他们我都对付得了 我还拿不下你 那 你不怕将来有人说你 色令至婚 我愿意 你对九哥哥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 上一个敢对我动手的人 已经被你九哥哥划花了脸 九哥哥是不可能逗我的 如果没有我 就没有现在的九哥哥 如果不是因为你 便不会有现在的消气 你什么意思 我可是九哥哥的救命恩人 未来的北渊皇后 救命恩人 当然 九哥哥当年身受重伤 若非我和我哥带他去找崔神仪 他早就毒发身亡了 你在什么地方救了他 你算什么东西 我凭什么告诉你 我要去找我九哥哥 让开 疼吗 咬着我吧 为什么会是 楚宁霜 这感觉是 冰魄羊昏冬 是 冰魄羊昏冬 九哥哥 谁准你进来的 出去 九哥哥 你怎么了吗 自从你认识那个香木炎之后 你总是凶我 何事 九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回北渊啊 当初不是说好了 等你出征回来我们就大婚 大婚 九哥哥你怎么能忘了呢 你可是答应过我哥哥的 那是先帝答应的 哥哥从来没有认识 你莫不是真的喜欢上了那个香木炎不成 是又如何 好 既然九哥哥喜欢 那直接带会北渊 封个什么小飞小瓶便是 我不建议 你在教姑做事 宁霜不敢 宁霜既为未来的北渊皇后 自然要学会替九哥哥分忧 九哥哥 你这是在做什么 老年九姑的人 真的是你和你哥吗 楚宁霜 我要以为姑给你几分颜色 你便能妄想着飞上之头 滚 当年九姑的人 真的是你和你哥吗 难道 九哥哥发现了什么 那你在什么地方救了他 当年那对兄妹伤好后 便悄无声息的离开 之后更是咬了一群 难道香木炎就是 不可能 小木炎 你永远都斗不过我的 永远 难道我体内的冰破了温度 被我 阿元 阿元 好了 没事的 冰破温度 没有被解开 对不对 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好吧 冰破阳魂毒 日后每月都会发作 此方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想要清除余毒 寇 神医尽管说 孔须先封咒夫人经脉 随我闭关七七四十九日 日日诗意银针 目以要欲 你有几分把握 七成 我 如今方清云已死 我们如何寻得那至阴至寒之人 看好楚平霜 您是说 是 属下这就去办 九哥哥难道真的很心 以我为要因 九哥哥 你想去哪儿吗 催何你 姑量你是崔氏后人 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当真以为姑好骗吗 九哥哥 你怎么了吗 我是宁霜 当年救了你的楚宁霜啊 当年能亲眼见到阿炎肩上 太紧了 除了姑和肖若元 只有崔家人 原来你都知道 你和你哥自有沉迷乌骨之术 想必方清云那冰破阳魂毒 也是出自你二人之手吧 是 我正是因为和方清云以乌毒之术结交 所以才被阿婆赶出了家门 叔 你们还残害了多少无辜之人 九哥哥既然得知真相 杀了我便是 何必如此羞辱 你从不杀女人 想用我的血救火肖木炎 不可能 你哥哥已经认罪浮诛了 可你得好好活着 我要让你在牢中日日行善积德 为你的罪忏悔 我愿意去找崔神医 哪怕只有七成把握 我也要去 阿燕 因为我不想和你分开 我怕万一有一天我死了 你要是再变成了小乞丐 就没有人会救你 你还欠我一万两黄金 你怎么会死 等我回来 小乞丐 之前我见你的一切 我想用一个健康的自己去忽 主上 无碍 阿燕 阿燕怎么样 小乞丐 忠犯 未经许 아니면 我们 请 到 Fifth